天气慢慢转凉 可以喝到热汤的日本拉面呢 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标榜日本北海道原汁原味口味的 乐山娘拉面顺风 现在也吹到了洛杉矶来 这个星期的东森美食任务 我们要去一探究竟 看到这个日本扇子 就知道今天的东森美食任务 跟日本有关系了吧 没错 这个从日本北海道 红到台北的乐山娘拉面 是很多人怀念的日本拉面口味 而且听说现在在洛杉矶 也吃得到这个口味了 今天东森美食任务 我们就带大家去试试一下 推开大门 迎接我的就是满屋子的青春洋溢 喜欢享受和年轻人 打成一片的老板Steve说 这就是他想要的感觉 麻辣拉面好了 开放式的透明厨房 Steve地上的拉面 好像多了几分莫名其妙的时尚感 Steve这些拉面的味道 闻起来就很乐山娘 对了 因为这个拉面的汤头 完全是由乐山娘的总裁 福刚正志他教给我们的 人家说一碗汤面 只要喝第一口汤 就决定他的好坏了 这碗是最近才热腾腾推出的 全新口味蒜牛肉拉面 用的是切薄片的牛肉片 才吃得出牛肉的鲜美 你看这蒜牛肉有点特别 用的牛肉是相当不错的 牛肉大家都知道 不能烫鱼过熟 所以说你看到的牛肉 本身大概只有七分熟 再加上你本身面里面的热度 再搅拌一下的时候 口感非常的好 至于这碗横着放超大块 经过红烧处理过的猪软骨的 就是人气王猪软骨拉面 肥瘦适中看起来就很好吃 那还听说你们这边 有一种拉面很特别 它是结合了日本拉面 还有台湾的麻辣火锅 对了 你说对了 我们的麻辣拉面 看起来红油一层在上头 那你可以闻到这个辣汁的味道 其实它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麻辣锅店 叫做台北无忌麻辣锅店 这个汁完全是由老板自己 告诉我们教我们怎么炒制的 Steve也把像是咸酥鸡 炸豆腐 卤肉饭 这些台湾小吃带进店里 结合日本台湾美食的精华 要在洛杉矶发扬光大 不过汤头当然还是主角 Steve和其他把汤头当成秘密的店家 很不一样 竟然要教我们在家里做 乐山娘拉面高汤的小秘诀 乐山娘拉面白汤底 又有山珍 也有海味 和最重要的豚骨就是猪骨头 先把豚骨用滚水汆烫去雪水后捞起来 放到大锅里慢慢熬煮12个小时以后 就会变成白汤了 再依序加进山珍海味 煮个两个小时 就成了香味四溢的豚骨高汤咯 Steve透露说 可以把小鱼干 蒜头 青葱 这些容易变成渣渣的食材 放到棉布袋里煮 就可以省去一直捞渣渣的麻烦 终于轮到我坐下来 好好的试一试这个麻辣拉面了 真的很有乐山娘拉面的汤底 那种香醇浓郁的感觉 而且首先很有麻辣锅 那种麻麻辣辣酥酥的感觉 重点是好辣好辣好辣 真的很辣 这时候就要来一杯 我们店里独特的风韵绿茶 我们的绿茶都是用台湾进口的 有机绿茶呢 真的是台湾高山那种尽量的感觉 超过你的 东山美食任务成功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东山新闻带你吃片洛杉矶 最受欢迎的餐饮 各种不同风味的主厨料理 匠心独聚的美食创意 美食任务一一要你大饱口福 美食任务专辑由USBANKAR SERVICE 特别散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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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